在上一部呢我的巅峰盘还没分享 因为那支影片已经14分钟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巅峰盘是如何去点的 现在而言呢我比较推荐的四个雕纹呢 可以先看呢分别是 分别是切削 这个呢可以提高物理伤害 造成的所有伤害可以提高1%最高10% 然后第二个是压轴呢 可以增加哥哥技能伤害 然后再次他有一个减伤 近战武器减伤10% 非常好用哦 坦度不够的话这颗可以优先用 然后再来是 战斗 核心技能造成的暴击伤害会提高3.6% 我们主要呢就靠回风导人去打伤害 然后他符合需求的时候还可以 增加暴击时回复12%的能量 哦有提到上一支影片有提到我的角色流派呢 暴击率来到了60多%了 这个回能量呢也是相当不错 然后再来就这个 剥削手段 这个是我接下来会放的 你对异伤的目标伤害提高1% 符合需求的时候呢 你对敌人造成伤害 敌人会直接进到异伤的状态 去打我们这套装备的循环 如果还没有看过我的传奇装备跟技能点分享的话 可以点上一部的影片哦 然后速刷起来的感觉呢 刚刚也可以看到 接下来看一下巅峰盘是怎么点的 首先呢先走右边把伤害面给点起来 之后往上走呢把这个雕纹香孔给点出来之后两边都点出来 因为这个护甲值跟敏捷10点呢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坦度跟伤害 之后这个伤害20点点出来 之后把敏捷的点数补出来之后我们往上走 跟大家讲我的颠峰盘的想法呢是 我不会只要拿主要的传奇节点 因为我觉得传奇节点并不是 巅峰盘里面算是最强的东西 它可以有但它不是绝对 我觉得比较强的反而是雕纹香孔 以及它一些小的节点 在搭配使用上的话会更强一点 所以我看一个雕纹盘啊 我会优先的去看 我选出来之后我的预览之后 我如果要走传奇节点 我中间路过可以拿多少的稀有节点 然后拿起来的效果强不强 而去做决定 这是我的颠峰盘的构思 那你们也可以照超或自己去做修改 走过来之后呢 我是先点出右边的伤害 之后呢往上走把雕纹给点出来 放核心暴击之后 这里呢我也把生命值跟这个敏捷都给点出来了 加一点血量跟坦度 三点去换血量跟坦度 我觉得非常的转 之后把智力给补除之后呢 这里就会有暴击回复能量 之后再回头把暴击伤害敏捷 接着把不留活口点出来 你的绝招造成伤害提高30% 并在施放时呢 你的伤害会提高10%成去20秒 20秒非常的久哦 因为我们大招呢 基本上20秒会放X 这个等于是全程常驻的伤害 之后呢再往右走走过来之后 把这个精英杀手给点出来 这个精英杀手呢非常的强 它会帮助我们在刷经验的时候呢 有一个增加大量伤害的效果 那敏捷的话呢 我们又特别容易达标 它是我们的主属性 这里就会总共加到56%的精英伤害哦 然后还有精英集杀后的跑速加28% 你在刷图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非常快 等级就会升得比较快 点完之后呢 再往下走 把这个异伤伤害增加呢 先给点出来 这里会拿到5%10%20%25% 然后再加上如果我有达标的话 会有35%的异伤伤害 异伤呢是我们整个主要的核心 而且它是独立城区 非常强的一个属性 如果你们能对异伤伤害 能打异伤伤害的记得就尽量去堆 之后呢我也会再把 这个节点的需求40敏捷给点出来哦 然后可以点这个药水效果 那我们这边呢 是已经把揭露弱点给点出来了 这是我目前来到了76级的 巅峰盘分享 之后有升级呢 再做大更新 去更新后面的面板 后面的话还会选择 走过来把这个异伤的伤害给拿到手 然后我自己个人认为 我觉得这个射手技能 让下一次狗狗技能站的伤害 这个我觉得不好用 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长真的用到基本技能去打伤害 除非是真的没有能量 我才会去做使用 我不会去交替使用 这个比较适合连击系的玩法去做使用 但是呢 我应该还是会想要开这个盘 我会想要开这个盘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到时候可能会往上走 或往下走 去开这个盘 这个盘的主要原因呢 我可以去拿到 我们把它切过来 现在这个角度 再切一个 这个角度呢 我们点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开了之后 这一个报伤误伤 然后报伤误伤的魔法节点 之后还可以比较近的去拿到这个雕纹箱孔 再增加我们的精英伤害 然后接着我就会往右走 去开下一个节点 剩下的我们就不选了 这个远程伤害 拿手伎俩 跟斗士呢 这些我们就都会舍弃掉 然后也说不定还会有变化 那么就今天的巅峰盘呢 就分享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速刷地层的最新方法 也就是你现在呢 先开一个噩梦地层 之后呢 走进去这个噩梦地层 先打个几只怪物 然后就能够触发你 接下来自己要单刷的地层的重置机制 只要要杀几只怪物 这应该是他的判定重置机制吧 也是网友分享的 那这对单人来说的话 重置的副本速度会非常的快 因为以往的话 你重置地层的话 你必须要先按离开地层 之后在地层的门口 按离开游戏 小退到悬角画面之后呢 再进到游戏里面 这样子才能够完成地层的重置 而且你要多两次的读取画面 非常麻烦 然后再来是金烟药水呢 你退到悬角画面之后 它的效果会消失 等于说你个人单刷的话 你除了时间久之外 还不能够喝金烟药水会浪费 但现在的话就不需要 你只需要先开噩梦地层 之后刷完几只怪物之后 跑到你要的地层里面 刷完之后就可以即刻重置副本 中间的途中呢 你要去卖装备再回去也可以 因为毕竟呢 在中间还是会有一些金币呢 我们会需要赚取 不然的话没办法去附魔装备 或者是升级我们的装备 金钱还是必须的 但这样的话呢 效率会快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算是bug的重置地人方式呢 目前来讲最推荐刷的 就是这个遗址了 当然也有更好的啦 只是可能还没有被网友发现 那这个遗址呢 如果只刷前面的八字型的话呢 会有近五十万的经验值 它的好处呢 在于前面的精英怪数量非常多 而且他在杀完 快要杀完前面的所有敌人的时候 他会出一波隐形的精英小怪出来 就是他会刷新一波给你 感觉这刷新一波呢 本来是要对玩家造成一个压力的机制 就是你快刷完了 然后有一波精英小怪会偷袭你 那这样的机制呢 对于练功来讲 当然是力大于弊嘛 因为我们越多越好 然后我们这里刷到上半部呢 这个八字型快要刷完了 刷完之后呢 我们只要直接回城 就算你没有要卖东西 你直接秒禁 地层也是会直接刷新的 所以如果你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 像我刷这个地层 如果最快可以一分三十多到四十秒的时候 就直接刷完了这个八字型加上隐形的那一波精英小怪爆出来的那一波 然后这样子刷一趟呢 目前看下来经验值平均落在五十万到五十一万 这个经验量来说是非常多的 像我现在七七人呢 我只要刷二十到二十一场 我就可以升级了 这个效率呢 会比一般以往 单人刷地层之后再重置来的更快 然后在我之前呢 如果我单刷的话 因为我会觉得过地层啊 退出地层之后再重置 离开的这个机制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通常都会选择往后刷 或者是找朋友一起刷 现在的话呢 对于单人刷地层来说 这是绝对的福音 然后还顺手打到了一个远古手套 这里的包装率呢 精英的小怪数量是非常多 然后我们就把装备呢 全部都卖一卖之后 走回地层 就可以完成一次的地层重置 这也是今天要分享的 也是告诉大家 如果想要刷的话呢 可以赶紧 因为感觉这个呢 是有高机率会被做修正的 但我个人呢 其实更推荐 暴雪可以直接出一个 一键重置地层的功能 去减少单人重置地层 刷新这个机制 因为这实在是太麻烦了 因为大家都这样刷经验的同时 然后却要执行这么麻烦的步骤 对于玩家而言 其实也是时间上的一个损失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